政府在星期三公布生一份財政預算案的前夕, 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再度促請政府撤銷市辣椒。 梁志堅昨晚出席活動校直施辣椒是阻著地球轉, 無論是即時或分階段都必須切辣, 而地警務組織亦去信政府表達意見。 梁志堅形容,辣椒已名存實望欠缺作用, 由於市場環境與11年前推出辣椒時已自然不同, 繼續維持措施不僅影響地產發展, 亦令有意在香港事業的海外人才卻步, 最終阻礙吸納現能。 他又說,財政司長陳茂波應該明白到, 辣椒會阻礙人才招攬,但可能擔心撤留會令樓價回升。 而他個人認為,樓價不會因撤留而迅速攀升而逐步上揚。 他又批評,吸納人才落戶後, 要定居滿七年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證, 才退回針對非個人印花稅做法並無意義。 探到近日再有大型項目樓標, 梁志堅強調,法治商是各有各做, 無可能合謀寸空, 實際是環境比想像中更差, 業界認為地皮價值下降, 如果政府不接受就無法。 他預計,本安與內地恢復免經歷通關後, 市況會逐漸改善。 香港樓價至2021年8月開始由高位回落, 去年全年二手樓價指數累跌超過15%, 重返2017年的水平。 由於恢復通關時間比預期早, 今年1月樓價出現止跌回穩趨勢, 多間大行已上調今年樓價走勢的預測。 而政府過往多次重申,樓價跌幅相對溫和, 無需改變樓市需求管理措施。 再次見! 再次見!